连载小说 群园 一只一 晚自习刚点完明 殉岛主任立刻跨进教室 一脸的严肃 刚才吴修女告诉我 三楼女生宿舍的一间洗手间里 被人贴了一只大猩猩 笑 有什么好笑的 吴修女说 有女生向她报告 昨天半夜 看到两条人影闪出洗手间 朝男生宿舍方向奔去 不要你看我 我看你的 装作很无辜的样子 干这件事的人心里有数 我是不会抓不到你的 我限你一小时之内 到我办公室自首 如果这一堂下课零响前 没有人去找我的话 老规矩 下节课起全班站着上晚自习 一直站到那个人 良心发现为止 主任离开之后 宿舍管理王老师回到讲台前 柔声道 你们都听清楚主任说的了 是谁做的 好汉做事好汉当 就在这一堂课去承认 不要害了大家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 教室里出奇的安静 偶有眼神和纸条的传递 以及少数几个人离座出去 至于是去主任室还是洗手间 就不得而知了 七点五时 下课零响 教室像是一枚爆发的定时炸弹 煞时震耳欲聋 四五时张嘴筒筒在动 先是有人扮猩猩状 然后有人扮小姐扭泥的动作 接着有人拉开嗓门尖叫 引然一连串爆笑 演的人更得意了 索性跳上桌子 做出双手掩胸的恐惧状 再度掀起另一阵高潮 闹剧演到八点正 当尚克林再度刺耳地响起 大伙才在慌乱中奔向座位 回到现实 接着是训导主任急速 清脆而不妥协的脚步声 各位同学 最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了 整整一堂课 没有人来找我 现在全班起立 四五十张桌腿和椅脚 开始凌乱地摩擦地面 发出刺耳而冗长的抗议 彤彤给我坐下 训导主任有点恼火了 再来一次 起立 这回每个人都以手托着椅子 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没发出任何声音 每个人都给我仔细想想 为时膜我被罚站 做坏事的那个也给我想 为时膜我这么没骨气 做错事不敢承认 还要连累同学 李明德 他指了指最前排门边的小个子 跟我到办公室去 五分钟之后 李明德在五十双目光照射下回来 在落座前 他向左侧的孙大为 小声说了两句 后者点点头之后 就离座出去了 应讯的棒子在全体速力中一棒棒地交下去 直到最前排靠窗的乔克里回来 他并没有要下一排的同学出去 却小心翼翼地捏至讲台前 向王老师轻声嘟囔着什么 王老师边听边点头 带他说完回座之后 朗声宣布 主任要大家坐下 又是一连串稀里哗啦的入座声 夹杂着此起彼落的咳嗽与叹息 短暂的抗议之后 教室内终归安静 我们下期见